花点看醒发给上蒸锅蒸 我看一下 再可以再稍微放放 好咱们继续做花形 好现在呢 赶一赶 省不了几个钱呢 只要是用好面粉 不管是几星的 价格错的不多 价格错的不多 错的很少 好现在赶一赶 只要不浪费粮食就行了 对吧 咱们这个 如果是买了花点 这个花点如果是没有出售出去 一般都送人了 不浪费 咱们这个花点另外呢 保存期比较长 如果是冷藏的话 两三天 冷冻的话可以放各把月 这个花点又好看又好吃 一顿吃上几个 很快就吃完了 好现在把这个馅包上 咱们做好看的花形 接下来做一个 这个什么花形 咱们有没有想看的花形 想看什么花形 打得公平相 好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好看的 这个好看的四叶草吧 因为前面四叶草呢 做得最早 咱们后进直播间的宝贝们都没看到四叶草对吧 好 现在包上馅做一个好看的四叶草 好 现在呢团圆团圆了手掌上去按一下 变成一个圆圆厚厚的一个饼 咱们给它做成好看的四叶草 咱们接下来看四叶草怎么做 擀面杖擀一擀 咱们的花形比较简单 咱们看一遍学会了 眼睛学会了就动手做一下 咱们动手做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带到直播间再看一遍 咱们这个小细节再注意一下小细节啊 做出来都跟主播一样好看 现在用擀面杖表面擀一擀 轻轻的擀一擀擀平整 然后呢保留一定的厚度 不要擀得太薄了 做四叶草不要擀得薄溜溜的啊 大概擀这个厚度呢 大概是有咱们手指的宽度的一半就可以了 差不多吧 手指的宽度的一半 好 做好看的四叶草 接下来咱们用用这个千叶刀呢 先给它压出叶 压个什么样的叶 压一个十字叶 横一刀 顺一刀 横一刀 竖一刀呢 然后呢压个十字叶 目的是把这个饼能分成大小均匀的四半 咱们好做花形 换个角度啊 我调个角度 就是目的看看这个十字叶能不能分均匀 能不能把这个饼分成大小均匀的四半 分不均匀呢 再去调整 分均匀了就直接开始做花形了 好 中间又重新压了一下 调整了一下 用这个剪刀剪也行 用刀切都可以 现在准备做好看的四叶草 好拿起来 拿起来以后呢 剪刀从这个位置朝着中一点去剪 剪上一刀 剪上两刀 剪上四刀呢 就剪出了 剪出了这个四个面片 咱们做四叶草呢 四个面片不够用啊 咱们要需要剪成八个面片 每个面片中间再剪一刀 是不是就是八个面片了 咱们先剪成四半 然后呢 再剪成八半 这样的话这个面片呢 我们学会了吧 学会了打个会了啊 没学会刚进直播间想再看一遍 咱们就给大家再做一遍 好 接下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双层爱心 双层爱心 非常好看 包了双层馅 会了 咱们这个龙花宝贝也会了 咱们这个四叶草呢 非常简单 咱们接下来做双层爱心 双层爱心非常的好看啊 看看双层爱心的做法 双层爱心 包双层馅 咱们看看双层馅怎么包 好 现在用擀面杖先擀个面皮 去包上馅 等一下给大家做花环 做绣球 花环和绣球呢 非这个 就不是咱们这样包馅了 是卷馅的方法 看了这么多包馅的方法 一会儿呢 看看卷馅的方法 好 擀个面皮子包上馅 做双层爱心 做爱心款 爱心款老好看了 是吧 好 现在把这个馅呢 放在饼中间 放在饼中间 用馅使能去压一压 让它压得这个平整 这样包成团 好 咱们做好看的爱心款 好 现在嘛 用馅尺稍微压一压 让它包成团 不散不掉渣啊 翻个面一点都不掉 好 现在呢 咱们用包包子方法 给它包起来 从边上捏着 捏上一圈儿折 一圈儿折捏好了以后呢 给它收口 收口收紧 收口收紧 然后收口朝下 去团圆 团的圆溜溜的啊 团的圆溜溜的 准备做爱心款 团圆了 手掌上去按一下 按一下就变成一个圆圆厚厚的一个饼 咱们看看这个爱心怎么做 爱心款 好 欢迎走进直播间 好 现在用擀面杖把表面轻轻给它擀一擀 擀平斩 因为现在这个饼呢比较圆比较厚 咱们做这个好看的双子爱心 先轻轻的擀一下 擀表面呢 擀平斩 但是呢 不要给它擀薄 保留厚度啊 轻轻的擀平斩就行了 翻个面看看 翻个面呢 这好多皱褶 对不对 是咱们刚才包一下收口那边 现在给它擀上一边薄一边厚 这回是收口朝上了 好 擀面杖上去擀一下 上面擀一下 下面擀一下 中间不擀 擀上两边薄中间厚 好 拿起来给大家看看 看一下 从侧面能看出来是两边薄中间厚 对吧 左右两边都是这样的 一边薄 两边薄中间厚 好 现在呢 咱们再包第二层馅 这是咱们刚才包馅收口那边 好 现在呢 把馅抹在这个中间 抹在中间 刚才呢 咱们已经包了一层馅了 对吧 咱们现在再抹一层馅 这个馅呢 它是有一定的粘稠度的 咱们把馅放上来 给它稍微压一压 给它抹平斩 好 抹平斩做双层爱心 做爱心款啊 爱心款 好 现在把馅给它铺平 刚才没有看到做爱心呢 咱们之后看看爱心怎么做 一边没学会也没关系 咱们等一下给大家再做一个都可以啊 一般是一边都看会了 好 把这个馅呢 轻轻地抹在这个饼上面 然后呢 抹 给它抹平斩 让它爆成团不散不掉扎 边上没有馅 对吧 两边是空白的 两边是边缘留白 好 把这一点馅呢 都给它放上来 好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饼给它对折 开始做爱心款 一手脱 这个两只手呢 就脱着这个饼 然后呢 从中间对折 把馅给它挤住 挤住以后呢 稍微压一下啊 合住以后 大家看馅是挤住了 好 现在去剪上一刀 挤住馅以后就这种形状 大家看啊 一个饼就对折了 好 现在剪刀从哪里剪啊 咱们做爱心款呢 看剪刀从哪里剪 前面是开口 背面比较厚比较宽的地方 找一个中阴点 这个剪刀把这个 这个中阴点呢 把这个饼分成大小 均匀的两半啊 这个中阴点 好 中阴点找到了 剪刀从这个中阴点 朝着前面剪上一刀 前面是哪呀 前面是开口那边 好 剪刀剪上一刀 前面呢 留上一纸宽 好 给它打开 打开看看是不是双层 是双层的啊 只是有点面呢 有的地方给它包住馅了 好 现在咱们把这个 包住馅的面皮子给它剥开 面非常软 咱们去剪的时候呢 它很容易就把馅包住了 如果面比较硬啊 剪开就是横的 这个层次特别的分明 好 现在把这个馅呢 面皮子包住馅的地方 都给它剥开 剥开大家看是双层吧 这块能看出来是双层 对吧 好 现在把这些馅呢 轻轻的抹一下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 前面小尖尖这个位置 切个小口子 然后放下来去整理 怎么整理大家看一下啊 小尖尖这个位置捏个小尖尖 旁边这个馅不太平整 咱们手掌上去压一压 左边手掌上去压一压 轻轻的压一压 压一压 表面给它压平整 这样这个花型呢 这个爱心款呢 整整齐齐的啊 好 再把这个小尖尖的 小尖尖再去捏一下 小尖尖再捏一下 喜欢尖一点的这个爱心呢 多瘦一点 喜欢圆一点的爱心呢 少瘦一点 好 咱们这个爱心款就做好了 是非常简单 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烟花点 咱们做了一个爱心款 好 欢迎在我们直播间啊 咱们在直播间里 教大家做好看的花形 咱们自己花形去做个果子呀 做个面包呀 是吧 不光做咱们的烟花点 哪个花形 咱们这个花形啊 做其他的面包呀 点心呀 或者是果子呀 都可以 好 这个好看的爱心就做完了 好 花形做完了 咱们看过学会了 打个会了 没学会 咱们想再看一点了 咱们再公平扣个二 想要馅儿的配方呢 咱们再公平扣个一 咱们可以把馅儿的配方给大家 好 垫个小油纸放在边上 放在边上咱们腾腾地儿啊 咱们把这个 咱们把这个